杨坚开车回到了江燕的单身公寓 他刚进门的时候就看见江燕迫不及待说道 两千多万啊 那可是两千多万 你一口气全用了 你到底买什么东西了 那可是我这两天辛辛苦苦赚的 没有买什么 就买了个睡袋 过两天我打算去农家乐 所以提前做好点准备 杨坚道 江燕差点气得吐血 一个睡袋两千多万 确切的说是两千万整 多的几百万我买了点别的东西 大概明天就会到货 杨坚道 你是不是被骗了 杨坚想了一下道 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 现在心中隐约感觉很后悔 仿佛被套路了 你知道被骗了还不报案 退款退货啊 江燕道 也许别人产品质量好 真的值这个钱呢 而且这钱是我的 我想怎么用和你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吧 你替我工作 我会支付薪水给你的之前炒股的事情 你做得很好 现在卡里还剩下多少了 杨坚问道 不到五百万 江燕道 具体多少 一百三十万 江燕神色古怪道 我做了这么多天的生意 辛辛苦苦赚的钱 没想到一下子全用光了 杨坚嘴角一抽 他准备给母亲养老的钱 这下拳头进去了 加起来才一共不到三百万 看来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得想过别的办法捞钱了 不过有这个能力 赚钱是很快的 一百万继续放你那里 多出来的三十万给你当薪水 你自己转到自己账上去 杨坚道 江燕撇撇嘴道 我给你赚了一千多万 你才给我三十万的佣金 小气 你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 没有我的信息渠道和本金 你连三十万都赚不到 而且别忘记了你的命都是我救的 如果你想要赚一笔大的 正好我这里有一笔两三亿的大项目 要不要来谈一谈 杨坚道 啊 江燕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有些修意道 不谈行不行 你说呢 杨坚看着他道 那我去洗澡 你可不要又自己先睡了 江燕红着脸道 杨坚没有说话 他支开了江燕 自己就先去站床睡觉了 呵 女人 真好骗 对了 杨坚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化妆盒 呼的 江燕一颗脑袋从浴室里探了出来喊道 被我送人了 杨坚道 江燕惊讶道 啊 送人了 你把我化妆盒说谁了 你的女朋友 还是你的小情人 送一个男人了 你不用多问了 自己改天买过吧 杨坚道 白天送给颜丽的那个盒子是假的 是他花巨资打造出来的假货 真正的关押着那只鬼的盒子 还在自己的手上 他不会天真到三言两语将这么重要的东西交出去 既然颜丽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那不如把活下来的希望给自己 至于那笔钱 杨坚以后会补偿给他的家人 不过就在他正要睡觉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周正的那个卫星定位手机 嗯 杨坚有些好奇的接通了电话 杨坚 开门 我在你门外 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冷漠 杨坚皱起了眉头 你是谁 大昌是新的遇鬼者 赵开明 说完 电话挂断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新的遇鬼者 杨坚脸色变了变 之前的确是听刘晓宇提起过 大昌是会来一位新的遇鬼者 只是没想到这新的遇鬼者会主动的来找上自己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开了门 一位年轻 有些阴冷的年轻男子手持卫星定位手机站在了门外 你就是杨坚 大昌是的临时工 我叫赵开明 严格的说起来是你的上司 这个自称是赵开明的遇鬼者静止走了进来开口道 临时工Tilda 自己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外号了 这就是你的住处 赵开明进来之后扫看了一眼 见到桌子上一堆快餐 还有墙上挂着的女人衣服时不禁皱了皱眉 身为遇鬼者 哪怕是临时工 也不应该这样堕落 杨坚有些不太高兴道 你一副说教的口吻是在训我吗 别忘了我还没有加入总部 就算是 以后也是和你平起平坐 不是你的属下 也不归你管 还敢顶嘴 赵开明脸色皱冷 呼的一巴掌甩向了杨坚脸上 你是来找我打架的吗 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冲动 要不然 今天会死人的 杨坚抓住了他的手腕 目光泛着淡淡的红光 手背上一只星红的眼睛撑开 皮肉露了出来 鬼眼 杨坚 赵开明呼的又笑了起来 收回了手掌 我看过你的档案资料 但你的能力那块却是非常模糊 你似乎有意的隐瞒 我想要知道你那只厉鬼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这方便我之后展开工作 我就算是说了 你会相信吗 杨坚道 而且你开展工作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需要助手 你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赵开明开门见山道 杨坚道 有你这样招揽别人的吗 我不是招揽 而是争调 是命令 赵开明道 要是我拒绝呢 杨坚很反感这个赵开明的强势和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这人和之前的周正性格上简直就是一个极大的反差 你不应该拒绝 成为我的助手 等我调任之后你就能接管大昌室 对你有好处 赵开明道 杨坚道 加不加总部 什么时候加入 我有自己的考虑 不用你费心 而且我很怀疑整个大昌室你能管理多久 赵开明笑了笑 你放心 有我 这里乱不起来 既然你不肯答应我的要求 那我就不勉强了 不过三天后的黄刚村事件 你如果真的有把握活着回来吗 黄刚村 那正是他要去的地方 杨坚脸色微变 你怎么知道这事情 我负责整个大昌室查到这点消息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助手 我可以给你一份黄刚村的档案 对你之后的行动会很有帮助 赵开明道 没兴趣 杨坚道 做他的助手还不是给他当马前卒 冲锋陷阵 那样死得更快 这种蠢事他不会去做的 那么 祝你好运 赵开明说完便立刻转身离开 杨坚 你在和谁说话啊 这个时候 江燕洗完澡 裹着浴巾 脸蛋红扑扑的走了出来 他好奇的问道 赵开明脚步一停 呼得从腰间拔出了手枪 直接顶在了刚出来的江燕脑门上 窃听 你知不知道我有权毙了你 江燕顿时僵住了 看着眼前这个拿枪顶着自己脑袋的陌生男子 他脸上立刻露出了恐惧之色 眼神充满了惊慌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吓得一下子猛了 眼前只有这把顶着自己脑门的冰冷手枪 赵开明 你可以试试 杨坚声音格外低沉 他手中一把金色的手枪也对准了赵开明的脑袋 我是工作 你是造反 你敢对我开枪 赵开明一边打开保险 一边冷冷的看这样他 杨坚道 我只听说过活人工作 没有听说过死人也能工作的 你死了 我会接任你 到时候还不是我说了算 你就算开枪我也能先打死他 赵开明道 你能打死他我也能打死你 杨坚道 我不信你能拿一把手枪打死一位遇鬼者 赵开明道 我没有让你相信 只是让你知道我会开枪 杨坚盯着他道 赵开明眼睛一眯 手指放在扳机上一动不动 两人僵持了大概十秒 赵开明呼的收回了手枪 哈哈一笑 你能活着回来 我请你吃火锅 说完他走了出去 很快离开了公寓 赵开明一走 江燕整个人浑身虚弱了一半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杨坚则是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空枪 脸色格外凝重 我不能让你放下赵开明天 嗯 行